小女童 單邊眼睛下方臉頰 整片腫起來 還有多處嘔猜 表情看起來好委屈 讓人覺得心疼 沒想到跟媽媽去公園玩 溜滑梯竟然撞到毀容 家長PO文說 地點在屏東市的幸福公園 卻發生不幸 質疑溜滑梯高右斗 緩衝區過短 還有高低落差 甚至有的沒軟墊 孩子撲倒撞到金腳 當場痛到放聲大呼 好險沒有撞到眼睛 時間來到幸福公園 確實最邊邊的溜滑梯 沒有緩衝軟墊 但旁邊有告示牌 試完年齡5到12歲兒童 其他家長也說 孩子也曾經差點摔傷 同樣暗藏危險的 還有高雄騎金風車公園 家長騎機車前後 各載一個孩子 經過公園前 突然眼睛被異物纏住 停下車仔細看 竟然是一整捆的風箏線 好險當時車速不快 如果纏到小孩 那還得了 在我小孩的臉上 然後我怎麼可能會 即時發現馬上停車 警方貨報跟觀光局等相關單位 去書紙上把風箏線取下 提醒民眾到公園放風箏 但是別亂丟風箏線 而且外觀又是透明看不見 不小心纏到脖子 後骨嚴重 記者王毅與王書宏高雄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